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是哪里感觉比较正在痛 墓穴这里 这里痛 不过它会跑 有时候在这 有时候跑来这里 是这一个第一个点 是吗 这里 它有时候会到下面 下面这里 是 是 是 这样多久了 蛮久了 差不多有一整年 不过它反复 反复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尤其有时候就是吃饱的时候 它就会痛得比较厉害 是 是 是 那这个邪热痛很多人都会有 尤其小时候我自己也有 跑步好像岔气了 那感觉就这里会怪怪的 这个也是属于邪热痛 那邪热痛 我们刚刚有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旁边痛的 你就直接找中间 对不对 所以就直接把它 如果旁边这里痛 你就划过来 那看脊椎的 这里两侧 那如果是正中央前面痛 就直接对过来 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它刚刚说从这里到下面都会跑来跑去 那我们就把这一段切过来 那它的痛点就应该就在后面 脊椎这两侧 反正现在连在身体的任何部位不舒服 它的开关都在脊椎两侧 好 我们现在来看 你是冲左边还是右边 右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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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右边它刚刚讲的就是这里 我们对过来 应该就是这一段 那我们这一段 我们再往上稍微找一下 看这样 这一段有没有哪个痛点 这里痛吗 这里痛吗 这里呢 也不会 这里也不会 这里痛吗 没有怎么痛 没怎么痛 好 那这一点痛吗 这里比较痛 这里就比较痛 这一点 这里痛吗 这里也比较痛 这里也比较痛 这里呢 这里痛 这里痛 这里的痛 这里也比较痛 酸痛 也是 这里呢 这里不会 差不多 这里不会 这里不会 这里 这里痛吗 这里有一点点 这里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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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也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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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不会 這裡就不會 所以它對過來 確定就是這一段在痛 所以它應該是這裡比較多 它不會跑到上面 那就是在這一段 那我們就集中把這一段揉開就好 這一點痛嘛 這裡還是這一點痛 下一點 我左邊比較痛 你左邊比較痛 這裡還好 這一條還好 這樣我知道 就這一條比較痛 這裡比較痛 對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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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椅子 這裡也是痛嗎 沒有左邊這麼痛 還是左邊這裡痛 沒有痛 但是你都痛到右邊嘛 這個也是對稱的 不是痛在同側的 好 我最後再幫你做一次 這裡很痛 這裡很痛 這裡 下面就比較好一點 是嗎 這裡也是會痛 這裡也是 這裡就比較好 這裡就不痛 這裡就不痛 所以你真正痛點就在這裡 好 我看這一邊是不是也痛 不會 這一邊就不會 那這邊不會 所以你只有這一點 只有這 好 那更確定就只有這一點 那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好 請上來 你現在感覺 舒緩很多 這裡這個 大致上剛才不舒服的感覺已經 消失了 不過背就比較痛 對 暗的地方 因為暗的地方 我剛剛重複 暗了好幾次 因為覺得 你剛剛講 左側比較痛 所以我 來回 多推了幾次 那多推了幾次 它 因為從來沒有這麼激烈過 所以會有感覺痛 那痛 如果舒緩不夠 那個痛 常常會在 那是表層的 那如果明天還感覺痛呢 要溫敷 然後還要繼續按 因為你那裡是你的 前面痛的主要原因 就好像我們激烈運動完 那從來沒有運動 腿會痠 那這時候明天要怎麼樣呢 繼續運動 如果你坐著一直休息 那個腿會痠好幾天 那如果繼續運動 它那個痠很快就會消失 同樣你現在背部的痛 是表層的 所以如果還痛 明天再表層繼續推一下 那很快那個痛就會消失 然後還要再溫敷 好的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